同学 丽丽是我的同学 她的汉语名字叫丽丽 她和我一样是中国人 都有黑眼睛和黑头发 我们每天一起去学校 一起吃饭 还一起学习,一起玩呢 后来,丽丽跟爸爸妈妈回国了 我哭了 妈妈说 没关系,你们可以打电话 丽丽是我的同学 她的汉语名字叫丽丽 她和我一样是中国人 都有黑眼睛和黑头发 我们每天一起去学校 一起吃饭 还一起学习,一起玩呢 后来,丽丽跟爸爸妈妈回国了 我哭了 妈妈说 没关系,你们可以打电话 我哭了